不是我们现在惊人之能够所体会的 我刚刚下课突然想到 我竟然讲到弥勒在山门 顺便要讲讲这个 刚刚讲的是心法中的信 然后像 它是入世间的像 祖师要设这个信像二门 它能够表现在一切世间的成就上 所以你看过去的寺庙 门口一定是弥勒 你进门的时候 还是凡夫 你懂得回头 你一进到山门 看到弥勒 就是先认你的根本本来大觉心体 能够入世的世心 意识的世心 根本的信德 你先能够在你的世心的信德之中 你前面去认叫做理 理弥勒 还是凡夫啊 但你已经理了你自己 你已经去认你的根本的世心的亲近 你已经去理弥勒 你就会发现你在你的凡情的 过去流转的凡情的夜感之中 你会马上变成你在潜在意识里面 有一种善德 有一种力量可以为你镇守一切过去在凡情流浪的业力 你只要因恋向善 所有的过去的起心动念 你自然在心中就起成重重力量 为你制恒 为你制约 那就是什么 旁边的四大天王 所以四大天王立的像一定要大 弥勒是小 弥勒小不是说他的像小 而是行则最初理时 弥勒的那个像是生密 是密在其间 你但要理明乐处 你现前的作用叫大 现前的作用就是四大天王 威勒正守 所以四大天王脚下踩的是什么 不是众生的 有的人就误会 是怎么佛门的四大天王脚下就踩的这些 这些可怜众生呢 怎么那么不慈悲 不是 他是在向上表发 他脚下踩的 你看到天王的善德现前时 他脚下踩的就是你过去的冤业 他就镇住冤业 就踩的都是那些鬼状鬼形 他不是不慈悲 他为你踩在脚底 什么叫踩在脚底 过去在每个念头的行处 都随着一些鬼怪力 鬼怪流转 鬼怪就是心中的扭曲 心中的暧昧 鬼怪流转 以伊里米勒 心中的根本入世间的天王的得恨 最初的叫天王是四天王 最初的得恨出现 你就看到如同那些将军的历世的那种威德 威猛 他念念之间就为你震慑过去 让你流转的鬼怪 他还在哪里震慑 还在现在所行处 心形所行处 心形处 心形处就在哪里 脚底 他为你踩着 你仔细看 那个寺庙一进去的作用就是如此 所以当你进去李弥勒时 你依稀感觉你周遭的四大天王的像就在侧 就在侧 你心中的立像也是这样子立的 当你至曾恳见李弥勒 四大天王的像越来越明显时 这两个功德画在一个行者的心里面 就是什么 就是弥勒背后的委托 无法 你最初理的是弥勒 认的是那个世心 你能够在一切感情上面 已经懂得开始 懂得不再受他扭转 懂得制衡 就是天王的威德 久而久之在心中 你会发现念念你就会有个力量 为你拥护 为你呵护 但是再呵护时 他从世心跟现前的作用当下 为你升华 直接委托看的就是直接大雄宝殿 直接照现根本决体 你走进寺庙 你虽然是凡夫 你已经被古人的智慧 你已经被包围在气氛里了 自己不觉而已 所以那一进 那个山门之中 一进一进都有表法 清清楚楚 我打开过来到最后的一道路的阻值 这种地方 我打开过来的 我打开过来的